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王王里对正俄罗斯选手克里莫夫的比赛 王王里曾获得WLF63公斤级性能弯 王王里因为经常会带着面具出场 所以也被局民们誉为门面怪侠 而这个克里莫夫来头也不简单 克里莫夫曾获得俄罗斯该级别冠军 赛前克里莫夫已经取得21战16升的战技 赛前在称中花不会的时候 克里莫夫因为超重了1.8公斤脾气非常不好 结果把气直接杀到了王王里身上 克里莫夫以嚣张的动作来挑衅王王里 二者衔接在花不会上就已经大打出手 这直接激起了王王里心中的斗志和怒火 比赛开始后 克里莫夫心思花旗蒙古以凶猛的扫踢暴提王王里 不过王里也毫不失落以连续重拳还颜色 接下来王王里连续重拳将克里莫夫打到无奈 只能集结败对 而后王王里一记右手重拳将克里莫夫打退了好几步 接下来双方马上进行了激烈又凶猛的对拼 第一回合即将结束的时候 王王里抓住机会 一记后手拳将克里莫夫击倒 克里莫夫凤里爬得起来 敞到裁判强行都庙 是回合零声救了克里莫夫一次 第二回合才开始没多久 王王里再次抓住机会 连续重拳外加休门的扫踢将克里莫夫再次击倒 接下来在面对王王里的猛攻之下 这一辆克里莫夫根本无法招架 只能用出劳霸动作 最终愤怒的王王里抓住机会 以休门的扫踢直接KO对手 赢下了比赛 克里莫夫也被彻底打残了 全场比赛下来 妇怒的王王里仅仅用时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对手三次击倒KO了 只能说王里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彩林咬之不轻的大大舌头两格